大家好 我是半瓶醋 然后今天呢 中天的记者现在在这位地方 按下录音键开始对麦克风说话 影评人半瓶醋开始聊起 最近古阿末的争议 眼前两个大萤幕 就是他平常自制短片 找素材的工具 你今天学生写教报告 或者是学术研究 虽然我不敢说我今天是学术研究 因为我写东西其实只是心得 一个想法 然后想要跟大家去分享 平常影评人像是这样 找预告片或图片 辅助自己的影评短片 但这样的剧透 却不是片商乐见的 电影探讨校园人际关系 考验友情 剧情紧凑刺激 不过到了古阿末手上 却变这样 男主角还示范给女主角看 叫一堆人楼女学生 跳至战舞跳完后 换其实没死的灵气女孩 也跳出来开始解释来龙去卖说 戏略的口吻把剧情简化 这部脑浆炸裂少女 本身已经没有强大卡斯阵容 更没有华丽的声光特效 没想到古阿末短短五分钟这一讲 片商认为已经让电影失去价值 基本上他把主要的熊熊跟主要的故事架架都影响出来 那根本就没有必要再提醒 我还命关头八 如果我说他这部电影其实本身很幼稚 或者是什么 他们会 这会影响票房 没有嘛 因为大家知道他们想要看的是场面 针对YouTuber 像YouTuber这样子的网路平台 是不是能够规范更明确一点 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管制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没管我才可以做 如果有一个潜力 所以那这有了管制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YouTuber 在做这件事情上面的自由度就减低 影评人评电影 不管好评负评 其实都是替电影宣传加分 如今这微妙的关系 却随着古阿末争议延烧 让两者的空间变得矛盾 但不管是片商怕影评影响票房 还是影评人担心多说多错 恐怕到最后多元的声音减少 损失的还是观众本身 这样黄先生罗一锦台北报道 就是电影里面的情节 那如果你在讲影评 你讲的过前当中 可能要描述情节的部分 那个画面你就是想说 算了没关系 还是说就是还是会找到那个场景 我们会尽量去找啦 但是我们没有就没办法 没有没办法 对啊 因为那不是你的重点 你本来就是 你目的只是为了要讲你的想法而已 对对对 你不会特别的想说 我那我非要到什么 因为那毕竟不是用来引力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所以古阿末的部分 你应该也有看过他的影片嘛 对不对 对 那你有觉得说 他可能就是某一些 呃可能他边讲那个剧情 他那个影片是其实蛮难找 还是说他是可能用别的方式去找到的 会有这个情绪吗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的啦 对但是 其实找出来蛮需要花点功夫 因为你们 因为现在他现在被告嘛 对对对 因为然后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片商 觉得他 呃 在他上映的时候讲这个东西 对 我记得是没错的话 是这个样子 但是问题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几支部片 其实在国外是已经发行 对啊 其实国外就有了 对那这样有问题啦 那你如果去国外 买了蓝光 对 对那 那可是但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东西你本来就不应该重置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还是有那个什么 他其实 他的确是有版权的问题 这一点其实是没办法否认的 对啊 因为我其实也不能够否认 我们做这些东西本来也就没版权 我们是借来的 对因为我们以前 刚刚在电话里面已经讲过内容 就是 这个概念其实来自你 以前我们是写文章 像我写影评 其实已经写十年了 对我从学生时候就开始写 然后当时当然是 你在写的时候 你当然是会希望有一些佐料 对 就是我要介绍 因为我讲到说 我讲到那个东西的时候 就还是说我们就直接可以开始翻 看你们啊 对你们已经开始录了吧 我觉得你 我是有开始录 对我知道你开始录了 OK好好好 光都打出来了 对吗 好那哥哥我们讲一下 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部分 你就说 你要一直做吗 你要一直做吗 辛苦了 我们当然也很辛苦 不会 我是怕你眼睛 我以前拿凤杆吗 我怕你往上看 我怕你往上看 我都不好看 无所谓 应该只是麦克风要那个而已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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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哦 嗯哼 好请 好那哥哥你刚刚有讲到说 小时候写文章是用素材的部分 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写影评了 然后那时候写影评的时候 你当然会希望说 你要有一些内容 对因为当你提到某个画面的时候 尤其是你在讲电影 那那个东西 你是希望有一个佐证 对啊 那你当然就是会希望 有一个东西能够有 那以前的方法可能是截图剧照 那YouTube出来以后 那东西变成影像的 那所以我也开始做一些 影像的影评 那当然我也是希望能够找到这件画面 那 其实国外的情况是 他们以有提供这些东西啦 对有movic clip 这种网站 然后他其实就是会放一些经典的片段 那也是片商授权可以给你 你可以去看这样子 那我们可能就会拿这个东西来说 比如说教父啊 他里面的马一线片段 他这个时候 这个人演戏怎么样啊 然后他的表情无关什么变化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画面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对啊 那其实一开始我做 我们做这些东西 其实多半都是 以这个为出发点的 那 我觉得国外的问题 并不是出在他的内容 因为你们可能会很讨厌他讲话的口气 或者是你觉得他很讨人厌 但是这个不是他的重点 他重点是在于他现在有一个薄弱的问题 他没有他没有权利 那 可是我如果 话说回来 你今天学生写教报告 或者是 学术研究 虽然我不敢说我今天是学术研究 因为我写东西其实只是心得 一个想法 然后想要跟大家去分享而已 所以我们不敢说 那个是学术研究 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开始本身 其实出发点 其实没有想要去赚钱 或者是没想 并没有想要去谋取私利 对啊 应该就是说 你自己想要分享 然后希望说 让画面看得更丰富一点 对 其实应该一开始的出发点 是像我自己本身 本来就是做 电视节目 对 我是做剪接的 那我在做影片的时候 他还蛮喜欢你 好可爱啊 对啊 他竟然不会 他竟然不怕你 好 因为他 好啦 我一开始会开始做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本来以前 在电视台 或是在那个电视 就是在制作公司做东西的时候 我会发现那个内容 其实不是我 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可能到最后 都是做一些文教嘛 综艺啊 或是政治嘛 为什么大众想要看啊 可是其实我有我想要讲的东西 然后我其实也知道 有人想要看这种东西 所以我其实只是跟 想要看这些东西的人 分享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YouTube YouTube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让你 噢 你今天自己终于有一个频道 对 这个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以前做一支学生作品 没人看 然后你要到处去挨家挨户地 面子说 朋友来看啊 什么 然后找一个位置 然后找一个那个 去租一个场地 然后可以 然后大家来 跑个场这样 然后就没了 从此再也没人看了 可是YouTube就是 有一个机会 可以让你把你的作品 跟你的想法 就是把它丢上去 那很多 没有办法 就是可能你 本身你找不到演员 那你可能或者是 你已经 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那你想要发展 你的 讲你的诉求的话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 你只好去找一些别的东西 对 旁征博影 就是他的图片啊 可爱的照片啊 或者是电影的片段啊 事实上这一点我觉得 新闻台也常在做 对不对 我还记得以前那个 谁 911被刺杀 911事件发生的时候 大家没画面 接下来就一直放空军以后的画面 一直 你们就一直 他们就是一直重复 对啊 然后或者是那个 谁 才气的夫人过世的时候 你找不到才气的夫人的画面 就一直拿 马菲尼斯萃普的画面来用 对啊 那其实我觉得 在这一点引用上面 其实 呃 其实是很常发生的事情 对 那现在的问题 就是出在 版权方生气 对 那 过去的版权方 其实我觉得一直是属于 默许的状态 那所以我才会觉得 他这一次这件事情 其实 是需要去注意的 是 所以版权的问题 虽然是 他有提到说 因为他自己有澄清的一个影片 他有说 其实他有再致的 这个 就是等于说 他有在致的这个权利 他是这样解释 这样子 可是就是其实 网友比较争议的点是说 他会不会其实这个片花 因为有些不是 片商自己释出来的吗 那你可能是用别的方式去取得 但是会不会有违法 或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想问说你们影评人 平常就是针对这个 你会去注意说 欸 我用的这一段片花会违法吗 或是会有侵权的心仪吗 还是就觉得说 其实还OK 因为通常 因为我们写旧了 然后片商其实可能会 给我们一些新闻杠 对 你电视台也可以常拿到 就是他会寄新闻稿 里面会附有一些那种 预告片 的片段 对 有一些就比较大方下载 就是直接把你那个云端 连结给你 就是可以把它拿来引用 对这个应该是 我相信你们电视台应该也常拿到 不然的话 你们在做些东西的时候 是不可能拿到那些影片的片段 对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一个一个管道 对 那第二管道可能 对啊 就是网路上找来 我们海报 或者是什么 巨照 那 至于 呃 有些东西 比较大的麻烦 就是 那个东西 他有时候讲的东西是还没上 因为还没上映的时候 那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需要去从哪里去找 东西来 那找东西来的那个 来源本身就是有正 对 那过去 我只能说 因为 其实现在 至少目前在欧美 或者是 他们其实都是属于 比较默许的状态 他们其实 算是比较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因为可能 某一方面可能觉得 他们其实有社群的功能 对那 坏的 讲坏讲好 其实都是一种宣传 至少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对 像这个讲坏讲好的这部分 因为 应该说我们整个看起来 像整体事件看起来 就是片上其实还蛮痛恨苦啊 我因为觉得说他可能 把他骗讲烂 或是剧透他的骗 那你们自己影评人 像你刚刚有讲到说 其实你们也没有收他们 我不知道业配 有没有你们另外一看 没有其实目前 呃其实 大家都互惠了 其实我觉得电影公司 其实根本就不太可能 业配给 影评人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实在是很难赚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吗 怎么说 呃 因为做这件事情太多了 你不讲 有别人要讲 那为什么要花钱请你讲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 对不对 对啊 他大可能可以制造一个 那个美女来讲一讲 对不对 花钱来讲一讲 那可能也有跟你一样的效果啊 尤其像我们这些影评人 其实要讲东西 有的时候讲的是比较深的 你一讲深 然后大众就是没什么兴趣啊 对不对 有谁会 有谁会在意 艾尔帕西诺 这次的表演很好 那只有很喜欢看电影的人 才会有感觉 才会有想法想要来 那请问这是大众吗 这不是大众啊 这大概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人 他会为这十分之一的人 请你讲事情 花钱找你讲 你觉得这件事情会有票房吗 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票片商 其实 他们心知肚明 就像我今天讲完命光头 完命关头八 如果我说他这个电影 其实本身很幼稚 或者是什么 他们会影响票房 没有嘛 因为大家知道他们想要看的是场面嘛 因为故事本身 本来就是比较简单的啊 因为是大众的电影 故事就是越简单嘛 所以我其实并不认为 影评本身会影响票房这件事情 除非那部电影真的不好 但是这种事情其实很难发生啦 因为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 是各需所需 对 像他最近的几个争议 可能是四处列车吧 我没有特别去注意他 提告他们是哪一部 但是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是四处列车嘛 那四处列车其实大家就是看僵尸看亲情啊 对啊 那如果我跟你讲片尾怎么样 那会有影响嘛 这其实只是一件小事情 你去看 你还是会被僵尸给惊吓啊 你还是会被亲情给感动啊 不会因为剧透本身 然后影响电影本身的价值 如果这部电影本身 是有价值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啊 他没有那么容易被摧毁啊 嗯 那你会觉得说 就是片商有在care说 那个 你们影评这样子 嗯 会不会觉得说 这样有点冤枉吗 就是我们也只是把 那个我们的想法 分享给大家 这样聊一聊而已 会觉得说片商这样子有点 影响到影评圈 会受到影响 会有觉得说 可能会有这个效应吗 我觉得 嗯 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像是餐厅 片商卖东西 就很像是餐厅在出菜 然后部落格主讲那菜难吃 对 对对 然后不是之前也就有发生 有餐厅怒告那个学生吗 如果原来是 难怪我生意这么不好 有点像是这种概念 对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 电影本身 出来一场戏 而且你在进去看之前 你是不知道他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影评人 其实本身 他提供一个媒介 他可能先去看 他告诉你一个观点 那当然他有 不同的影评人不同的观点 不同影评人不同的观点 你可以去选择跟你观点相近的人 那你就会知道说 这部电影会比较接近哪一种方向 对不对 比如说你很喜欢看爱情片 你就是找一个很会讲爱情片的影评人 对不对 那你就会觉得 他喜欢男生主角跟你一样 那他 你自然而然就会 你去选片的时候 就会比较方便 那你喜欢看科幻片 那你去找很会 很喜欢讲科幻片的影评人 那古阿末呢 他就是一个不喜欢看 就是一个很随便看电影的人 所以他 你就是如果 虽然很多人说他不是影评人 但是坦白说 他讲的东西提供了一种观点 然后那种观点是很细虐 让一些那种喜欢看电影的人 会很讨厌的观点 但他就是一个观点 虽然他可能是用很 激歪的方法在讲 讲那个剧情 然后这些是用完全剧透的方法 有点像是三岁小孩讲故事的那种观点来说 但他的戏虐本身的口气就是一种观点 那他就是轻视这个 所以他为什么会被人家讨厌 是因为他轻视所有的电影 他轻视所有他介绍的东西 他都不在乎 那这种呢 我个人觉得他跟低年龄层的人 或者是平常 根本就不太喜欢去看电影的人 只是把他当成一个 社交活动的人 可能就会 可能就会 就是会比较喜欢他的东西 对那很不幸的 就是我们这种是核心向 对我们可能只是介绍一个 古早的游戏 或者是我们介绍一个老片 对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个新片 然后我们讲到的是老片里面 他曾经有发生过什么 或者这个导演十年前拍过什么 我们其实比较会偏向 像我们这几位是比较会偏向 你会去介绍这种效果 一些 冷知识 但是 我只能说这是各取所需 他就是他其实也代表了一个观点 而且很不幸的 这观点可能有八成的人 喜欢看 那这也是我们令人 我们自己当然会伤心 就是我们只是这十分之一 十分之二的人 那会觉得说就是 片上这样子讲 会觉得说有到 像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像你自己本身 就是说哎呀 你们其实讲这些也不会影响到票房 其实 你自己的感受 目前我其实是觉得 没什么特别的要去做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一开始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想要去看试片 或者什么开始做的 就是如果今天他不请我们去看试片 我们还是会做 对所以 试片只是提供一个管道 让我们可以比较 省票钱 对但省票钱多少钱 200块 你做一支影片也不能 我们平常接一支案子 也不 200块就打发掉了 那你要为这个东西去 讲 这电影很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点太 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影片的人来说 付出太大 那我的薪资是微薄 然后你工作 工作到要死 所以你一开始的目的 就不是为这个 所以也就是说 我其实是觉得 片商其实可以不用特别 如果是以观点来讲的话 片商可以不用为观点这件事情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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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断 去评断那些影评人 虽然我个人觉得 可能古阿默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对古阿默到最后的问题 采取可能是 他有版权争议 但是说 但是老实话 我跟你说老实话 所有的YouTuber 都没有版权 这点我得承认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借来的 对所以这一切 其实是在片商宽宏大量之下 正一只眼闭一只眼之下 让我们去做 对那也可能是 他们觉得 对我们对 四个社群对影片的话题 推广有帮助 但是其实话说回来 其实新闻媒体本身 如果你们今天新闻媒体 本身去采取影片 那他来告你 你们会怎么想 就还是无言 对无言嘛 那意思就是在于 我们其实在做的是 一种中立的评论 那当中立的评论的时候 他其实 我们其实可以取用合理的资源 去介绍我们介绍的东西 所以你们影片会对著作权法 这个部分 会觉得需要修正 或者是调整的地方 我其实并不清楚 目前台湾的著作权法 对这件事情的解释 因为这件事情 本来就很模糊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在这间灰色地带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自由空间 搞来搞去的 但是我个人其实 不太喜欢管制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没管我才可以做 你油管我觉得很麻烦 我就不做了嘛 对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 如果他开始变成一个判例的话 如果有一个潜力 所以那这有的管制 那 我可能觉得这个 Youtuber 在做这件事情上面的 那个自由度就渐低 也会影响到你吗 我觉得一定影响到我 对啊 那 而且我不是大的Youtuber 大的Youtuber 其实到最后 大家好我是半屏之处 然后今天呢 中天的记者现在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来采访我 关于古阿末 的事情 以及我们 影片呢 就是Youtuber在做这件事情的规范 或者是你平常的习惯 我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媒体本身对这件事情 最近 这一两天可能会有很大的兴趣 然后我也觉得他们态度 可能会跟以前不太一样 哈哈 因为以前的情况可能是 呃 大家我觉得大家以前的情况 可能都是在讲说 呃 呃 现在靠Youtuber也可以赚钱吗 对 前面一两个月 像迥星人或是超越方 常常都会有类似的新闻 哇 你看现在他们做影片 可以花很多 那个什么 可以赚很多钱啊 然后那个迥星人 好像牧师已经超过四十万什么 然后一切一切哦 还有金周刊啊 然后去报这些东西 对 然后 感觉起来好像 欸一切都欣欣向 可是今天的状况 就是状态就疲变 啊 突然间说这个违法哦 然后那个东西不行哦 然后每个人都很害怕 对 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应该要好好注意一下 因为 呃 我得承认那个地方 目前这个情况 的确是灰色地带 对啊 我们在做这些影片的时候 本身就是就没有版权 这个我超级承认 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影片 制作的 我做剪接的 我们以前在做采访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去采访别人 你要给人家采访同意书 然后你要获得这个 你要用这支影片 你也要获得这个影片的版权 要不要人家其实有权告你 所以 在一切涉及商业行为的影片上面 其实大家其实都非常小心 在做那些事情上面 其实都一直都有一些 我们一直都有一些规范 就可能会签合约还是干嘛 可是因为现在做YouTuber的时候 因为本身 我们并不涉及盈利 所以这些问题都变得比较少 因为没赚钱嘛 所以你去搞啊 对啊 只要不花钱的事情都OK的 对啊 那 我只能说这一次他就是大物啊 我觉得我只能说这一次古阿末他就是 人太红了 然后太红了以后 然后那个什么 然后他可能又想要用这个方法去赚钱 那到最后可能就会出事了 对啊 人同是非 而且其实因为根据我侧面的了解 其实他本身也不是一个人啊 他自己都已经成立公司了 然后他开始做一些 哈哈哈哈 他自己 他自己其实也在接一些那种类似 业配的工作 那 而且也有所谓的 那叫什么 他有去发包活动 那他甚至还有去买那个 那叫什么 买一千点月率或是什么 因为有些 有些厂商会去去想要去引起关注什么 那其实有收费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古阿末呢 台北市政府也曾经找过古阿末 嗯 对不对 然后他们后来好像很 疑似因为那个赚钱 那什么 价格谈不容 然后他们就弄了一个什么美少女 台大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世界 所以他说自己拍嘛 为什么 但是他讲理由是什么 古阿末罕价太高 20万 但是事实上 20万以社群来讲 其实是 是合理的哦 那女生也不过就是 一看就知道这个大学实习生啊 那你 你到头来就是不想花钱 那这件事情其实本身 其实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斯大运那边 对因为 他們就是不想花錢,一看就知道你根本不尊重專業 雖然很不幸的,他正好中標的人是古阿默,他看起來就不是很專業 但是古阿默的專業其實不是做影片,古阿默的專業是操作社群 他最近最厲害的就是他昨天被告以後立刻就放一支影片 哇他多厲害啊,一拍子如果是我被告我怕得要死,我可能會保持低調然後找律師團嗎? 沒有他早就準備好了,他早就已經知道人家要告他好不好 你知道古阿默原本在幹嘛嗎?我不知道他本來是幹嘛,但他看起來就是很明顯是商人啊 他那些行為都是有,他那些,好啦雖然我說他是有評論的 但是事實上這個人在做影片的時候他本身的目的不是為了要評論影片,他是為了要操弄群眾 所以他做電影評論根本就不是他本身的主要目的啊 那你有見過他嗎?我沒有見過這個人 沒有就是互相聊過 對啊,因為他也都像媒體要採訪他服務,他也都不要,他就是自己拍影片這樣 他有這個能力啊,因為顯然他講一句話可能比很多媒體都還那個 他可能還不屑人家媒體來報他呢 對啊,他自己就有一個頻道啊,他有大概幾百萬訂戶嘛 那就幾百萬人看嘛 對啊,就是他自己已經,但是其實我覺得這也是媒體跟各自媒體本身的那個 的較勁啊 因為傳統大媒體其實慢慢的已經開始比較 因為我覺得傳統大媒體到最後會看的人其實已經開始也進入分眾狀態 我爸還在看電視台啊 對啊,但是大概只剩下我爸吧 但是你看我家有沒有電視台,我家已經沒電視台了 我現在只靠著網路也可以,也可以過日子啊 也可以看到新聞啊 對啊,所以大媒體其實現在也開始很,就是也開始做直播嘛 對啊,這個其實就是一種,這是媒體狀態的轉變 好,既然古阿木的事情讓大家突然間關心起YouTube的著作權爭議 那我就來告訴一下大家我所遇到的情況好了 我其實一直都很明白的說過我的影評所引用的影片我是沒有版權的 可是目前會繼續做影評是為什麼呢? 因為YouTube有個版權偵測機制 他們會與版權方合作 偵測你的影片是不是有使用版權的影片 那如果你使用的片段呢,超過某個長度就會開始偵測 我的經驗呢,應該是超過五秒以上就會被偵測到 而偵測到了之後呢,版權方就會有幾種選擇 他可以封鎖你的影片 或是允許你使用,或是要插入廣告,盈利歸給版權方 雖然被偵測侵權,他就不是一件好事情了 可是話說回來,至少我知道他們在抽廣告嘛 這代表我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使用這件片段的 所以啊,我現在還持續在做這件東西的原因啊 就是因為大不了,這件版權方 大不了這件版權方,他們可以抽廣告嘛 對不對,或者他就可以直接把它屏蔽嘛 我能夠接受這個 至少這樣做,我可以知道我遊戲的規則 可是如果呢 像現在的情況,我也是覺得很好奇 那告他的人,為什麼在當時不去屏蔽他的東西 那如果他不能屏蔽的話 是不是代表他其實沒有這個權利 那個,是不是那個片商 是不是那個片商其實本身他沒有那個能力 沒有,他沒有這個權力去屏蔽人家在網路上面的 引用那些影片 這個其實我其實是不瞭解 那我們只能夠看他們到最後是怎麼判斷 對,但是其實以我個人來講 如果 他們已經這樣做了 所以我能夠接受這樣子 我可以照著遊戲規則走 可是如果呢,這樣子還有被告的風險呢 那我們其實就很危險 好,哥,謝謝今天,謝謝您 謝謝 感謝